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一个普通的人对自己家里的事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事 作为男人他有他很忌讳的一面 很多人不愿意去碰 更何况如果自己的老婆把自己出卖了 这种被戴绿帽子的事情 作为今天中国男人来讲那是七尺大辱 而如果一个人他的能力能够超越这一面 他在全球公共的场合下 他超越这个层面 很淡定的去描述出自己的老婆 跟自己最亲密的左膀右臂之间 有着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 而自己的老婆跟自己结婚27年 然后以此方式来断定你控方 检控方对我的指控和提供的证人 是有问题的 这是大手笔 我跟大家描述过 薄熙来是魔鬼的代表 他所超越了人的一面 你今天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迎合了这么一个魔鬼的代表 他形成一个相当完美的一体 而这个体制 今天习近平想干掉魔鬼的代表 而保护魔鬼的体制 为了自己的什么目的 对吧 为了自己的目的 你豁不出去 你有所顾忌 你就有短 薄熙来豁得出去 一针就给你扎透 在最后停审的时候 薄熙来抛出 谷开来与王立军之间 有着男女说不清的事情 暗恋 王立军暗恋谷开来 谷开来 脉脉默默含情的 在看着王立军 这事一出来 就否定了两个最重要的证人 这是第一个他的经典作 第二个 打王立军 我因为这样的事情 被我意识到 被我发现了 我作为男人 一嘴巴打上我的下属 我的左膀右臂 给我戴 就是绿帽那人 我打上王立军 是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有的那种奋慨 而我身居高位 我作为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 我不得又不顾忌 必须战胜自己的 那个人的愤怒和情感 要为国家着想 所以我只打了他一个嘴巴 但一个嘴巴 打出一个叛徒来 这句话 嘲笑了你今天 上至习近平 下至所有弄掉他的人 这是第二 第三 检控方说 薄熙来不合作 所以要研判他 检方失控 控制检方的人 被薄熙来激怒 输了 他不在乎你判他一年 还是判他死还 你要除非杀了他 如果你不敢杀他 对于他来讲 他蹲一年监狱 跟蹲一辈子监狱 都是他政治生涯的 资本的积累过程 他做成了 根源在哪呢 根源在于 你习近平掌控的 整个检控方 掩盖共产党的罪恶 而这个罪恶 却是薄熙来 谷开来 王立军 在整个停上这三个人 在他们过去的时间里 共同实施的 你治薄熙来的罪 是在大连时犯的罪 而薄熙来拿出来的说法 他认为 谷开来和王立军 不可信的说法 是在重庆 他提重庆 你都不敢提 你不就输定了吗 所以这就是 我个人看到的 最后这一天庭审 而且薄熙来一定会上诉的 你判他三个月 他也会上诉的 所以他要的是这公开的氛围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跟大家分享各家媒体的看法 美国之音写了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 说的很直接 薄熙来连日的强势自辩 激怒当局 检方已下狠手 薄熙来是否破釜成舟 成了最大的看点 基本上这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标题写得很清晰 薄熙来完全是一种公式的方式 你对比薄熙来的淡定 你就可以更看出 检方在后来的那个态度 就是一定要研判 坦白从关抗击从严 就玩共产党那套 我们一再讲 薄熙来是罪共产党人 今天在中共的体制当中 真的是罪共产党人 你玩共产党那套 你跟他都是儿子辈和孙子辈 所以你玩不过他 这就是我说 你的死血 不是借助薄熙来的案子 把中共的整个的罪则 罪行啊 犯的这种反人类罪 拿出来 而是想去保中共 那你就死定了 他讲说 根据中国的最高法院的规定 在公诉人发言之后 进入被告人自行辩护阶段 紧接着辩护人的辩护 和控辩双方进行了辩论 非常的激烈 他也特别提到说 济南中院的微博直播 最后一天恢复了第一天的状态 更新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是一个疑点 如果薄熙来这么做 而所谓公开的这一面 又这么尽可能的去公开 告诉公路 为什么 这是个疑点 所以我记得第一天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说 明是不是薄熙来无罪释放 不知道 人家习近平跟他哥俩好了呢 这也搞不齐 现在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大家形容共产党那句话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他干不到 其实薄熙来就是做到这手 做到了这一手活 只有你们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文章紧接着讲说 26号的法庭辩论可谓极为重要 各方消息反馈 薄熙来受审最终充其量 是一场鸟龙式审判 有一定透明度 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呢 不是独立自主的 审判全程 仍然在当局的全然控制之下 薄熙来难逃被定罪的结局 但是 这毕竟是薄熙来和辩护人进行辩护为数不多的难得机会 也是 口才雄辩的薄熙来进行反击的绝佳场合 对薄熙来量刑轻众估计当局早已经定下 如果薄熙来在辩论期间 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 亮出亮点 删起民意的支持 那中共党内薄熙来的支持者 就会借势 据理力争 尽量减轻薄熙来的罪行 而令人诡异的是 就在今年8月份 中共政法委出台了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的消息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勇 5月6号发表一篇文章说 错放一个真正罪犯 天塌不下来 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 特别是杀错了一个人 天就塌下来了 这句话是否是个暗示呢 所以这事我跟你讲 这个戏你说是演到高潮了 还是第二场戏开始了 没人知道 法广在报道的时候 题目是这么讲的 薄熙来爆出王立军暗恋骨开来 导致耳光事件和叛逃 在整个最后一天庭审辩护过程中 薄熙来再次全盘否认了控方 指控他受贿和贪污的罪责 对于被控滥权 薄熙来爆出王立军暗恋骨开来 曾与骨开来如交似器的关系 引起他严重不满 这才是王立军真正叛逃的原因 薄熙来对错放一遍 在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的罪恶 这也就是主控这一次的导演者 审判薄熙来导演者的他最要命的地方 换句话说 助纣为虐的地方 本该是亮出共产党邪恶的地方 但是他事主掩盖 而作为薄熙来来讲 找掐住了你的七寸 就这么整你 你的七寸就是你保共产党 薄熙来在辩护当中明确讲 王立军每天都到他家去 甚至将一双鞋留在他家 引发他严重的不满 薄熙来还说 我们家又不是大杂院 这是北京人能说的 大杂院 大杂院就是谁都去 不知道谁住谁 大家伙在一块都是 实际上王立军能随便来 那实际上是他们俩 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我烦透了 谷开来朝王立军的家 还贴了六七十份 说王立军你要警惕了 这不是什么仇恨的事情 这完全是两个人 如胶似漆产生的一场闹剧 薄熙来接着讲 其实王立军为什么要跑 真正的理由就是因为 王立军自己交代了 他暗恋着谷开来 他向谷开来做了表白 写信写出来了 还自己打了自己八个耳光 紧接着讲说 谷开来说他有点不正常 王立军说他过去不正常 现在正常 这个时候 薄熙来突然出现 把东西收走了 最后讲 王立军知道我的性格 他侵害了我的家庭 伤害了我的基本感情 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 习近平你怎么玩 你今天把薄熙来公开审判 是想表现出共产党在改变 而薄熙来所展示的概念 是你利用你这个机会 来揭示出真正中共内幕的东西 但他只是为了自保 对吧 而你愿意去公 习近平愿意公开这件事情 是你顾忌国际社会的说法 你知道今天在整个体制当中 整个中国社会是在崩溃的边缘 所以你想透过人人共知的开明的方式 来缓解今天社会的压力 而薄熙来利用了你的弱点 利用了你知道的压力 而为了保自己在政治上得分 你记住 人算不如天算 算了也白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